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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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果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航班在10月11號加碼推出的一個活動喔 掌握首領的力量 那在這個活動主要就是會在吉原村中喔 釋放出大量的首領 然後讓玩家來打他們拿寶物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吉原村裡面 就是有很多綠色這個氣息的一個怪物喔 這都是 這一些都是BOSS喔 然後我們就是要來打他們拿道具喔 那這個活動的時間是10月11號到10月16號為就是前喔 總共有6天的時間吧 那活動的內容是在這個 活動時間內體驗出會出現的大量的BOSS 說實話 然後總共有4種BOSS喔 然後每一種BOSS都會出現4隻喔 所以總共有16隻BOSS都會出現 那BOSS死完的時候會掉落這個大量的物品 那有摸到BOSS的角色也可以直接獲得這個 首領的袋子喔 所以就是摸越多給的越多喔 所以活動比較特殊的部分是BOSS會掉落 他們相關的一個變身卡跟魔法娃娃卡 還有裝備等等的道具喔 那首領的袋子 打開之後就是會獲得這個 名譽的金幣 變身硬幣 魔法娃娃硬幣 還有龍鑽之類的一個道具喔 那這個活動啊 一天內總共有3個10段喔 分別是下午的12點5分 還有往上的6點5分跟 往上的10點5分喔 這一些都是台灣的時間喔 我已經把它換成台灣的時間喔 那這活動登場的首領是這個 子王騎士 還有巴風特 跟克特 還有卡斯伯喔 這4種BOSS會出來喔 那這個活動的大獎啊 有這個專桌階級的魔法娃娃卡 子王騎士喔 還有這個英雄階級的變身卡 跟子王騎士紅 還有變身卡巴風特 變身卡克特喔 還有這個實習全套裝備啊 還有克特全套的裝備喔 那另外還有一些西友階級的變身卡喔 像是白金騎士啊 白金群手 像白金法師喔 那還有一些西友的魔法娃娃卡 像是黑長者 還有巨人 跟食人妖精王喔 另外就是還會噴一些裝備喔 有這個神光防聚拳套 跟五光防聚拳套 等等的一些裝備喔 那除了這些之外啊 BOSS也是會噴一些 伏擊品之類的一個道具喔 這就是這次活動的一個內容 那主要就是我們 看到BOSS就是摸一下 我們有摸這個BOSS就可以拿到一個 首領的袋子喔 每一次BOSS都會有一個首領袋子喔 所以你就是摸的越多 你就是可以拿到很多的首領袋子 那這個首領袋子 基本上就是拿三色的必勝龍鑽 那主要 就是要看這個地上有沒有這個 紫色的魔法娃娃卡 主玩其事喔 還是紅色的卡片之類的喔 大獎都是這一些喔 那這次的活動也是第一次喔 將這個 傳說階級的一個魔法娃娃卡 當作獎勵來開放讓玩家取得喔 這個是活動獎勵有提升的一個現象喔 所以打不好之後的活動喔 都會慢慢的把一些 傳說階級的一些裝備阿 娃娃卡變成卡之類的 換進去活動裡面讓玩家來取得喔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活動介紹阿 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